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Pan惊奇,我是大宇 那么11月14号G20峰会的前一天 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尼巴黎岛举行会晤 这是拜登2020年上任之后第一次跟习近平面对面 跟拜登一起出席的有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等人 那习近平这边带着每次出访必带的丁薛祥 彭丽媛都不一定带,这个中办主任丁薛祥是一定要带的 二十大后丁已经是入常了 别人还有杨洁篪、王毅、何立峰乃至华春莹 双方会面是在习近平一行的酒店举行 为什么呢?这算是个外交惯例 两个元首会晤,一直担任领导人角色的一方是东道主 要接待新上任的领导人 但如果说呢,这还可以理解的话 那么另外一点,就有点让人想问为什么了 西方呢,至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早就解除了严苛的防疫管制 元首之间的会晤啊,很多已经不戴口罩了 特别是美国 然而呢,在11月14号的拜习会上 美中双方呢,隔着四五米远 大部分人呢,却是戴着口罩 这分明是中共要求美方按照他的防疫政策来做的 而且在这个时期,这种场合要求戴口罩 政治秀的含义要远大于防疫 这是中共的算计 想在全世界面前呢,展示自己有主动权 美方应该不会看不出 大可以拒绝 但是呢,拜登团队并没有这样做 从画面上看啊 中共方面戴的口罩都是印有五星旗的统一的口罩 美方呢,则是戴着有白有黑 也没有任何标识的普通口罩 全场只有习近平还有拜登没有戴 中共这边啊,见怪不怪了啊 高官有特权,朝鲜也是这样 但是呢,美国可不是这样 结果呢,我们看到 拜登也像习近平一样 不戴口罩 其他人呢,则是戴着 这种画面呢,让人觉得非常迥异 怎么美国总统也讲究特权吗? 这种场面设计实在是给美国难堪 两边的会谈呢 绝大部分时间是不对外开放的 属于是闭门会议 秘密会议 那么从当地的时间 11月14号下午5点41分开始 到8点48分结束 全场三个多小时 最后在晚间9点多 美国一方呢,还举行记者会 根据会后的媒体爆料还有分析 美中双方的会晤都强调了要管理分歧 信明说呢,要期待妥善处理身边关系 拜登则说要避免竞争变成冲突 而在会晤前一天,拜登对媒体说出了会晤的重点 是要搞清楚双方的红线 还有最重要的议题 而台湾问题呢,则是重中之重 台湾政策人士认为啊,新平大权独揽 同时备战调门是越来越高 军工系统的人很多被派到地方当首长 在福建浙江一带当兵的官员子弟 也都是往内地撤离 在台海前线省份的官员房子也都被处理 再加上新平二十大上提拔到军委高层的 几乎都是参与过实战或是在福建做过军官的 这种种迹象啊,都被美国看在眼中 面对这种危险的备战姿态 美方所说的话红线很可能涉及 如何避免中共激进的备战动作被误读 造成擦枪走火的危机实时存在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阻止中共冒进 话是这么讲,拜登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拜登的记者会和美中双方在会后的声明 11月14号美中双方三小时的闭门会谈之后啊 拜登面对记者提问时 说了至少两个比较重要的点 第一,他绝对不相信会有新冷战 不认为中方有任何入侵台湾的迫在眉睫的企图 那第二,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完全没有改变 并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那随后的白宫声明中啊 则是提出反对中方对台湾胁迫性还有日益具有侵略性的行动 说这会危及两岸及周边,危及全球 那相对的,中共官媒新华社也发了声明啊 宣称习近平在会晤时提到了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 并说呢,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那意思就是,美国一旦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共相左 那中共就要给你坐起来看 前美国国务院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说呀 那实际上所谓台独是中共炮制出来的 台湾现在没有任何政治人物含所谓的台独 中共是在制造与美国对抗的噱头 逼迫优柔寡断的拜登政府 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跟北京方面合作 为此啊,中共不惜抬高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 中共在台海兴风作浪 目的在于跟美国讨价还价 那么综合以上所述 美方努力在维持现状 说对台政策没变 并透露中共没有迫在眉睫的入侵台湾的企图 这看上去比较缓和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也没有否定中共有入侵台湾的企图 只是说呢,没有那么急迫 说明呢,美方在努力维持现状的同时啊 也在紧盯台海局势 而中共一边呢,则是明显拔高了调门啊 带有胁迫性的 喊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台独问题 说这是红线,拒绝美国干预 言语中呢,把台海可能面临的一切危机的责任 都推给美国 举个形象的例子啊 就好像是一再用离婚啊 这个底线 把一件这么大的小事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 无限放大 胁迫另一半啊,满足条件 满足不了呢,就是另一半的责任了 可见呢,美国跟中共这关系啊 维持的多累啊 总之啊,从拜登对记者所言和白宫声明来看 美方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红线 就是一再要求中共别闹 而中共则是一再呛声美国别管啊 一个别闹,一个别管 双方等于是没有建设性的会谈成果 只不过是此说此话 拜登之前的那些美国政府 到执政后期啊,就不理中共了 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那当时的情况是 美国方面呢,要求中共啊 真的改变 在贸易和国际上的所作所为 才会对话 不然呢,就是根本拒绝对话 而且呢,经常在中国海岸外练兵演习 新平摸不清美国的底牌啊 吓得当时下了一道命令 共军不许率先开枪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那会儿 对待流氓政权就得用拳头的方式 别的方式啊,他听不懂 就像今天拜登跟新平开会时呢 美方官员也要跟着戴口罩 在中共面前表现得如此随和啊 怎么能治得了这只妄自尊大的红兽呢 至于拜登那句 绝对相信不会有新冷战 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呢 实在是有点一厢情愿 你不相信有冷战 可在美国人眼中 中共却是实实在在跟美国较劲啊 跟美国打冷战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科顿就发推说 拜登没有解决 甚至没有承认 中共对美国的冷战 不过呢 虽说本次拜习会 台海议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也不可能有 但在此前呢 拜登先后四次亲口承认 中共入侵台湾 美国会出兵干预 并且美国两党呢 正在推进一项更新的 对台湾的几十亿美元的 军事援助计划 此前类似援助计划呢 只对乌克兰做过 那这些动作说明 美方对台海潜在的危机 一直是有所准备 但这并不归因于某个政府 而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 本质上的连续性 我们刚才提到的余茂春呢 近日还在一份名为 台湾时报的英文刊物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美国的战略模糊一词 是不存在的 美国对台湾始终是战略明确 战略清晰 战略模糊呢 只不过是美国政府 在对中政策的声明上的 一种懒惰的变异借口而已 他说呢 中共都不相信 美国对台湾战略模糊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再到现在 中共始终坚信 美国会在中共入侵台湾时 出兵干预 因为台湾是美国 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 被誉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美方绝不会让共产党意识形态的 中共政权占领台湾 中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 才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而整个过程啊 其实都是把美军 作为其侵台行动的最大威胁 毫不含糊 而台湾只是中共未来一系列侵略行动的一部分 是其中的第一个环节 他可能在印太地区发动不同的侵略战争 他也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啊 说德国扩张行动始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日本对华扩张始于占领位于东北的满洲 而中共对台湾的入侵也同样会如此 因为它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政权 这是余茂春的观点 本次拜协会美方声明四平八稳 中共方面依旧是携台湾以施压美国 他们议题悬而未决 那实际上啊 其他议题也多是自说自话 美方说跟中共会激烈竞争 但避免冲突 而中共呢 说要避免有我没他的零和博弈 昆广的地球融得下中美各自发展 美方拜登说 不寻求改变中共体制 而中共呢 说美国有美式民主 中共有中共式的所谓民主 说什么符合各自国情 美方说 中共非市场经济的做法 损害美国工人和家庭 但中共啊 则说美方强推贸易壁垒 脱钩断裂 是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等等 大家可以听出来啊 美中双方在这一系列问题上 一样都是自说自话 跟以往没有任何区别 要说有区别的呢 就是一位美国记者在拜习会晤的现场 在其中一段允许媒体入场拍摄的时候 向拜登高声提问 说是否向习近平提到了人权问题 结果立即被现场的中共工作人员洞粗 一个戴着印有五星旗口罩的中共人员 伸手猛拽提问记者的背包 然后呢把人是推散到了门口 两名白宫工作人员呢也赶紧过去了啊 跟中共人员说 不能这么对待这位记者 她的行为不应受到干涉 而且呢 这位美国记者还是个女的 在拜登面前 敢这么对待一个美国女记者 可见中共政权 现在胆大妄为到了什么地步 不得不承认 拜登政府显得是软弱一期 希望这不要成为 美国在美中双方 诸多敏感议题上的软肋 而新平此行到印尼参加G20峰会之后啊 还将从11月17号开始 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APEC峰会 预计11月20号回北京 而此刻中国大陆传出一个消息 13号啊就开始传播了 是大陆网信办应急指挥中心 发出的启动互联网应急响应通知 内容是说 为了做好网上舆情应急保证工作 11月14号8点到11月20号8点 全国网信系统启动应急响应 期间呢 各大网站有可能有彩色调成灰色 而且这种应急响应时间 还可能根据需要继续延长 关于这些消息 大陆和海外网友啊都在议论原因 其中触及最多的就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可能已经死亡 江泽民在中国民间被称为蛤蟆啊 之前已经死过好多次了 但最后呢算是没死成吧 那这一次呢会不会是真的呢 一位活跃的且经常发表自己见解的推特网友David 他在11月13号发推文说 紧急消息江泽民很可能死了 会在短期内官宣 百度等网站呢都会变成黑白 他说这是有两个渠道告诉他的 还放了一句绝对真实的话 他又自称呢不绝对负责啊 他说呢自己只是公开消息 说即便不是江泽民 也是别的郑国级老领导死了 最大几率是江泽民 而这个死讯呢 一个可能的公布日期是11月20号 新平回北京之后 只能说是可能啊 那么江泽民是踩着六四学生的血上台 因为积极支持邓小平的镇压政策 而被看中 随后呢想一路左转呢 把中国朝鲜化 邓小平南巡讲话喊呢 谁不改革谁下台 就是对江泽民喊的 从此呢老江开始遵循邓路线 不过呢也从此以贪腐治国治党文明 99年呢还不顾中共政治局 其他高官的反对 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镇压 薄熙来曾对海外调查电话直言 大陆普遍的活摘器官黑色交易 就是在江主席的指令下展开的 其跟宋祖英的绯闻呢 早在体制内外传为笑柄 民间以江蛤蟆相称啊 丑事成堆 中共党魁没一个好东西 好那今天节目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 欢迎您关注我在新平台 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 链接呢会在今天的节目连续置顶 那么我在telegram上面的官方公告群 是t道密斜线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t道密斜线 xwpajq小线us 节目新箱是xwpajqigmail.com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并点击小铃铛 或者节目发布的通知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